在居家成分的酸類比較溫和而且安全 那在診所的話 醫師就會根據你的皮膚狀況 看你希望改善你的問題是痘痘粉刺 還是皮膚的暗沉跟不光澤 想要改善軟骨腳化等等不同的狀況 去評估適合的酸類 哈囉大家好 我是皮膚科汪子玉醫師 你對於酸類保養成分了解嗎? 今天就讓我們一起和你分享 居家產品以及醫療患膚的小姿勢吧 我們平常在診所使用的酸類患膚 主要就是透過一個特定濃度的酸類 去使得脚肺脚質細胞脫落 並且加速皮膚的新陳代謝 進一步達成我們希望改善的美容目的 其實酸類患膚呢 它可以分成淺層的患膚 中層的患膚 還有深層的患膚 依照它的酸的種類 還有它的濃度 以及使用的方式等等 可以達到不一樣的功效 那其實酸類患膚呢 可以最早在古埃及的時候 你就看到 埃及後它會使用發酵的牛奶 也就是乳酸 來進行這樣子的一個皮膚保養 那甚至在法國人 他們也會用90酸 90酸的發酵成分 去進行美容育喔 首先我們要先了解 今天使用的酸類會是 居家產品 還是醫療級的產品 以食藥水的規定來說 如果是PH只在3.5以上 還有在濃度10%以下 才是作為合理的居家使用的酸類產品喔 那我們常見在美容醫學機構 會使用的患膚的成分 主要有以下三種 皮球酸和乳酸都同樣 屬於要把槍基酸的一個種類 所以它們在清水性上面的功能是比較好的 針對這樣子皮膚有一些老肺的角質代謝 還有一些暗沉 甚至是進一步去改善膠原蛋白的一個增生效果 所以達成皮膚的一個光滑 還有知能的感覺 在針對水癢酸的部分呢 水癢酸屬於Beta腔肌酸 它比較偏向脂溶性 主要它在於這個油性膚膚呢 還有毛孔的代謝效果 粉刺啊 痘痘的代謝效果是很不錯的 所以針對這個毛孔的一些功能 還有一些抗發炎的效果 在痘痘肌上面都有不錯的功效 那我們也時常會把 Alpha腔肌酸跟Beta腔肌酸的成分 同時使用 透過水癢酸代謝毛孔的角質 透過以腎酸改善皮膚的質地 兩個達成一個協同的作用 去提供一個更好的皮膚改善成效 一家產品來說 通常我們追求的是 比較溫和而且安全 那在診所的話 遺失就不會根據你的皮膚狀況 看你希望改善你的問題是痘痘和刺 還是皮膚的暗沉跟不光澤 想要改善暖空角化等等不同的狀況 去評估適合的酸類 在居家成分的酸類 它基本上還有一個建議 就是PH值不可以低於3.5 如果在診所的話 醫生通常會有比較高強度的酸種 不管是在濃度或是PH值的強度上面 達到一個比較好的皮膚改善的成效 但也因為它的濃度的關係 還有它的PH值的關係 可能就需要有一個時間的控制 以及透過醫師的專業 去評估皮膚的改善成果 選擇一個適合的時間點 忠沉這些酸類的效用 我們這裡提供大家3個小提醒 首先呢 就是如果你還有使用一些 去角質的產品 可能醫師會建議你在治療之前先挺用 第二件事情 就是如果今天我們皮膚 還有一些開放性的傷口 或是有感染的狀況 那也請注意在這時候 不要接受酸類患膚的治療 最後呢 如果你在使用口服A酸 目前我們使用的這些淺層患膚 其實都還算是安全的喔 通常做完酸類患膚之後 皮膚可能會有輕微的刺痛 紅氧的狀況 會隨著時間越來越緩解 相反的它變得更厲害 或是出現一些傷口 那就請你回去找醫生了解 皮膚的狀況 在酸類保養之後呢 我們有三件事情 也請大家注意 首先就是因為有紅氧 所以避免摳抓 第二件事情就是 溫和的清潔 還有足夠的保濕 最後呢就是要加強防曬 傷害產品的使用 可以帶給皮膚很多無童的功效 但相對之下 它有一些併發症 或者是風險 也需要提醒各位注意 如果有任何皮膚的狀況 都請你向皮膚特醫師 進行或得諮詢與了解 這樣才能夠確保 你擁有健康又美麗的皮膚喔 這裡提供大家三個小 甜 好 再一次 喜歡我們的影片 請按喜歡、訂閱 並開啟小鈴鐺喔 打開啟啦 打開啟小鈴鐺 打開啟小鈴鐺